台灣民眾黨2024台灣地區領導人參選人 柯文哲日前首度親口說出 藍白一定會合 柯文哲競選辦公室更主張 用第三方民調方式來決定 由誰來挑戰賴清德 對此 侯友宜競選辦公室和國民黨方面都表示 尊重台灣民眾黨對於藍白和的任何意見 認為只有合作才能下架民進黨 柯文哲一番表態 全場以熱烈掌聲作為回應 沒有聽錯 柯文哲說 藍白要整合了 柯文哲28號參加 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的活動 對著台軍退役將領們 不但首度親口說出 藍白一定合 在談到島內的克剛議題時 更表態 不贊成所謂去中國化 我們跟中國大陸是有相同的 歷史語言宗教文化 所以這是我對柯剛的態度 我不贊成去中化 柯文哲字字句句 都和在場的深藍人士很合拍 台媒也因此解讀 藍白整合的腳步看來很近了 29號 侯友宜和柯文哲 都現身白沙屯媽祖活動 兩人都再被問到藍白河議題 面對記者追問 侯友宜 柯文哲都沒正面回應 但他沒認為 如果藍白整合 仍要面對逃不開的老問題 那就是究竟怎麼合 這個合指的是政黨之間應該要和諧合作 我們主張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調來選出最強的候選人 足以挑戰民進黨的賴清德 我們尊重民眾黨對於藍白河的任何的意見 只有在野黨合作才可以下架民進黨 對方的建議或是合作的方式都會納入考量 國民黨方面表示會考慮民調因素 而據台媒披露 藍營內部評估藍白河能否往前推進 一個月內是侯友宜和柯文哲合作的關鍵期